大家好,小购物小事向您问好,新闻时间与您分享。 韩剧中出现中国月饼、皮蛋、小笼包,播出第一集就翻车。 在甘雨成、张东润、朴承熙主演的SBS电视剧《朝鲜驱魔师》首播收视率占月火剧第一位的同时争议随之而来。 在第一集的剧情中,张东润饰演的中营大军被僵尸袭击,受其父亲太宗之命前往益州附近的明朝边境,以西域巫师约翰和翻译马尔科见面。 在中营大军招待约翰和马尔科的场面中,酒桌上出现了中国的月饼、皮蛋、小笼包,甚至一旁的中式酒坛子上,也贴着红纸写着酒字。 看到这一场景的韩国网友纷纷提出质疑,明显太宗时代招待西方外食竟然吃中国的饮食,这简直是在歪曲历史。 还有网友提出,《朝鲜驱魔师》的制作组是在进行东北工程,是给中国东北工程提供了证据,这种行为无异于叛国。 太玻璃心了。 截至昨天上午,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共送到了890多件关于朝鲜驱魔师的投诉。 审议委员会表示,相关部门在进行讨论后,会决定是否将相关投诉作为案件提交。 朝鲜驱魔师的观众留言板也被刷屏抗议,青瓦台请愿板上也出现了要求停泊该剧的请愿。 请愿人表示,如果要制作架空题材的电视剧,那么就要虚构所有的登场人物,明明是原封不动的掏用历史人物,还出现了与历史不一致的场景,只会让不懂朝鲜历史的外国人产生误会。 请愿人质疑道,PD是在做什么,编剧在做什么,美术导演在做什么,决定制作电视剧并监管管理的人到底在做什么,在公共电视台中播出这样的内容,着实让人无法理解。 为了不让如此严重的歪曲历史的行为再次出现,我向青瓦台提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要求,希望没有任何问题意识的演员们也能再次回顾一下自己。 是的,因为这个争议,不止PD挨骂,编剧挨骂,美术导演挨骂,演员和投资公司都挨了骂。 就像上次T1电视剧《女神降临》和《文森佐》中出现了京东广告和自嗨锅广告时,出演电视剧的演员也被罢没有眼力见。 对于以上争议,今日朝鲜驱魔师方面发表了正式立场。 关于中国风的物件和饮食,这里向大家介绍制作团队的立场。 三王子中宁大军代替了世子让宁大军向明朝边境移动,与西域巫师见面。 在这里我们设定了益州附近,也就是明朝国境的相关场所并加上了字幕。 这里让途经明朝来到朝鲜的虚拟巫师一行人休息的场所,因为接近明朝边境的地区,所以添加了中国人来往是不是很频繁的想象力,准备了道具。 这些只是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离汉阳很远,并没有其他意图,只是在敏感时刻,该场面可能会引起误会,给观众们带来了不便,我们也很抱歉,以后会注意放送制作的。 虽然剧方已回应,但是韩国网友并不接受这一说法,目前争议仍在持续发酵。 谢谢。